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田颖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湾区迎来了六年来最大的暴风雨造成了断电淹水 也使得旧金山的城区一片黑暗 而北湾的水灾最为严重 北加州经历了长期干旱之后 六年来最强劲的暴风雨 11号凌晨起袭击了北加州 造成了超过35万户的停电 旧金山湾区众多道路和社区严重积水 百尺高的树木连根拔起 部分地区降雨量近10寸 太平洋沿岸风速每小时超过50里 浪高30尺 暴风雨横扫湾区 使得很多的流浪者无处可居 诸多的慈善机构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暴风雨横扫旧金山 露宿街头的游民日子比平常更不好过 田龙德区两大慈善机构 圣安东尼奥基金会和爱莱德教堂 增加了餐点 通宵开放庇护所 在暴风雨天为游民遮风避雨 2051年美国的人口预计将会达到4亿人 其中三分之二的增长来自移民 而亚洲移民超过了拉美亿 联邦人口普查局预计 到2051年美国人口将超过4亿大关 而增加的人数有将近三分之二 与移民带来的成长有关 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移民人数 已经超过了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 成为美国移民人数持续增长的主力 索尼电影公司为在邮件中取向奥巴马 涉嫌种族歧视进行道歉 索尼电影公司遭到骇客攻击 引发案外案 意外让公司高层涉及种族歧视的电邮曝光 索尼11号为在电邮往来中 又带有种族异味的语气 调侃奥巴马总统对电影的品位 进行危机管控并公开道歉 不过这场风波显然不可能很快的平息 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活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 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13号举行 当天上午 中国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 国家公祭仪式 这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纪念抗日活动之一 让我们记住一段民族文化的记忆 珍惜今天的和平 开创未来的和平 避免这样的残暴的战争行为再度发生 以上新闻是由世界日报提供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